明天有和諸科文章的課程 再說一說 我們神科文章 或神科證書的課程 今年是2015年 那已經舉辦了很多次 以前我們舉辦的全部證書課程 今年開始我們有文章門章課程 我們知道這個文堂課程分開五個單元 請大家知道 第一個單元叫做 Fundamental Nefrology and Care 即是基本的腎科和護理 四天二個小時 然後有一個 Fundamental Nefrology 不過那個是實習 那裏有四十個小時 接著我們有一個 Advanced Nefrology and Care 即是再進一步的腎科護理 接著就是實習 那就是第四個單元 最後一個單元就是 Principle of Health Care and Research Methods 即是在醫學中的護理方面 進修、研究、科研方面 那就是五個單元 如果我們拿了第一、二個單元 我們就有一張證書 其實我們這麼多年都已經在做 做完之後 我們今年開始 今年六月就開始證書課程 即是 Fundamental 那個 那接著 到第二件的 我們那個就變成一個 Advanced Model 它 Advanced Model 就是先說的 包括 Advanced Nefrology 即是進階的 進階的 叫做 Diploma 即是叫做什麼 護理專業文憑 就是護理專業文憑 就是護理專業文憑 那就不如 湘姑娘你介紹一下 那個 我們那個 Fundamental Health for Gen Care 即是那個基本的 那些東西 是包括什麼 那些東西 這時的理論課程裡面 我們邀請了一些資深的 神科專科醫生 和我們講解這個 腎臟的解剖學 心理學 急性炎症 腎如綜合病徵 和一些主要的腎病 也都會介紹慢性腎衰竭的分歧 原因和治療方案 我們也都邀請了一些資深的 悲療科的醫生 會介紹一些悲療科 專科醫生講受 這個腎科病人和鼻創手術 那我們也都邀請了一些資深的 腎科護士去介紹 腎科護士的角色 和有什麼責任 血液透析的內容 腹膜透析 和這個腎臟移植的介紹 那也都深入去介紹 這個血液透析機 血液透析液和人工腎臟 在臨床上怎樣去選擇 我們也都會介紹 如何去計劃和建立一個 新的血液透析中心 究竟醫院的透析中心 社區的透析中心 家居的血液透析和夜間 血液透析也有什麼分別 我們都會一一去介紹 血液透析用水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也會由這些資深的會事 去介紹如何去處理和管理這個問題 學營血劑 在市面上越來越多的種類 究竟在腎科中心裡 要如何去處理和使用選擇 我們也會由一些資深的護士來講解 腎科的飲食是很重要的 我們也邀請了營養師 會在課堂裡面向學員介紹 另外感染控制 在腎病中心裡是很重要的 我們也會在這方面做一個詳盡的解釋 當學員完成之後 他會明白了解到不同的腎病檢查和治療方案 另外也會學習到腎科中心的血液透析護理 第二個單元就是關於實習 即是基本實科護理的實習 實習來講 不如歐姑娘你介紹一下 審科證書課程有40小時的10站 就會去4間的洗腎中心 包括鎮美醫院的洗血中心 還有啟德洗腎中心 還有Integrade Dialysis Facilities Home HK中合神科中心 還有獅子會LKEC 另外也會有兩天去一個審科專科的診所看證 第三個單元 第三個單元是在進階的審科護理 這個進階的審科護理是51小時 純粹是受課方面 那王姑娘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進階的審科護理的單元包括什麼 這個審科的進階課程 因為隨著審科的個案不斷的增加 還有醫療技術的進步 所以就會有一個進深一點的課程 裡面就包括 都是講關於血液透析 複膜透析一些的進深的治療 研究還有這個神臟移植的最新的治療方案 那腎衰竭的不同的護理都會有講到的 譬如有在ICU不同的血液透析的護理 另外在腎病的飲食治療方面 會有進深一些的研究 就是講關於營養評估 好了 那究竟這個腎病的營養足不足夠 怎樣可以再加深一點 那在預防腎病方面 在進階課程也有學習推廣 就講關於DASH diet 它會講內容是什麼和怎樣推廣 另外有高原額的評估 會講關於Framingham risk score 是講過心血管病變的風險指數的風險的評估 總括來說 這個進階課程會由資深的專科醫生 神科專科醫生和資深的神科護士 專業人士會講神科進階的內容 第四個單元 第四個單元就是關於進階課程的實習 當然了 你學了的東西都要實習才知道 在實習那裡 Hannah你不如介紹一下 這裡包括什麼 學員會有67小時的實習課程 就會讓學員去神科的中心 和社區的研究中心 也有私家醫院的神科中心 仍然是有神科醫生的診醫務所 就是看回病人在未接受治療之前 他的情況、他的檢驗和教育 教他們怎樣去吃東西各方面 因為這個是深入一點的過程 所以在介紹帶實習的時候 他們就會更加會看深入一點 腎病治療的方案、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會特別安排他們去一些 HA醫院的神科中心 去看腹膜透析的情況 尤其是他們怎樣擺肚膜 用什麼方法 CAPD、ITD各方面的方案 去介紹的 還有病人他們會怎樣去照顧自己 當他有一條口的時候 還有在家裡的家居的腹膜透析 那個是比Foundation的Course 是多了很多和深入很多的 好了 那就是最後的單元 這個單元就是關於科研 即是我們護理科研的方法 這個就是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來講你不知道學了一些東西 還可以看怎樣再擴張下去 將那個知識再擴大 所以這裡就有66小時 有很多單元的 包括就是怎樣做那個Research 即是怎樣做那個科研 就是關於護理方面的科研 它的Design 即你設計的時候那個Research 是怎樣設計的 這個很重要 很多時候設計得不好 到後做完之後 發覺得好 資料根本就不行 到最後當然 就是Data Analysis 即是數據怎樣處理 這些都會包括少許統計學的方法 那中共69小時 那為什麼包括三小時 是考試的 那這是最後一個單元 那總共來說 我們有五個單元 我們就介紹這個五個單元 那就是剛才這個 剛才的兩個單元 它是一個證書的課程 那要做完後面的三個單元 我們就叫做Diploma 即是叫做文憑的課程 這是高級文憑的課程 那那個靈活性就很大了 比如初初我讀了兩個證書課程 就讀了兩個單元 拿證書先 如果多幾年之後 再有需要再讀 那就可以的 其實現在呢 我們現在很多同學 已經讀了一個證書課程 那就是說呢 只讀三個單元之後 那就可以了 那你有什麼做什麼呢 可以補充一下 那到底呢 第一個單元 我們給多少錢 如果讀第二個單元 我們總共也給多少錢 第一個單元 這裏只有八千四分 包括兩樣東西 包括上課和食習 那下一個單元 就是三個 包括三個單元 那一萬七千八百分 那如果那些同學不是讀了我們那個certificate 其他的certificate 同歸的 那我們認不認呢 可以的 如果它是跟同同一樣的話 我們可以認它 換句話說 可以直接去讀你同學的三個單元 那還有一樣 其實有時候 可能已經讀過 關於那個research method 就是做那個研究 那那個單元就不用 就是可以不用同這個單元 但是當然 如果讀報名之前 最好就是先講清楚一點 就是看清楚一點 這個可不可以exempt 就是可不可以出發 第三個單元 那就是之前的 可以先講清楚一點 那我好 那換句話說 你的課程的彈性非常之大 就是很多同學 我們幾百多個同學 已經讀了certificate 那你不用再回來 再讀過了 那在後面開始讀這些就不行了 那可以 那如果有些同事 他只想讀一下你的advance 聽到這麼好聽 他只想讀advance 那個進階科學程 可以嗎 那就不行 因為除非你在其他地方讀 上同樣的科學程 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還沒讀過之後 我們就不產生敢做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進階 他比上是深一點的 如果沒有基礎 根底 然後再讀 就會很辛苦 你會不會有問題 我會不會有問題 讓你再說 我會不會有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